今天看着大家好像蛮有精神的 我们来看看那个积分 黎曼积分 今天我要进去那个理论 黎曼的积分理论 然后呢我们要定义什么叫做可及 然后最后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已经有一个定理走出来了 那个定理是重要的 我们叫做所谓的积分判别法 可及判别法 就是可以利用它来判断 一个函数是不是可及的 那你看到就是说 我们学的那些limit啊 然后supremum,infremum啊 在这里呢都要有一个 就是都要有一个角色在里边的 好 那 就开始了 好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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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积分整个想法就是 我将这个 我将这个 我是用一些所谓的狭条 用一个瘦瘦长长的长方形 去逼近这个曲线底下的面积 就是我将这个整个底下的图 分成可能很多的一条一条的狭条 然后将它们看成是长方形 来看它的面积 我们这里整个理论来说 可能跟大家认知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我这里就是 好了这个是一个定义 所以我将一个区间分成若干点 那这个若干点 我们叫做一个所谓的分割 一个partition 一个partition 那譬如说我现在呢 这个ab这个区间 我随意的分成 事实上用五点 将它分成四个格子 那几点呢 我叫x0 x1 x2 x3 就x4 就完了 所以我在那边呢 那个小n呢 就是等于4 是这样子 好 然后我 所以我的 我有一个叫做delta xi是一个符号 就相当于就是说 我的第i格 譬如说 i2 就是等于 x1 x2 我是这样子定义的 那它的长度 我就叫做delta xi 那这个当然我想也是 大家对这个delta y delta x都应该很熟悉 所以这个delta xi 我想 我不用多解释了 这个delta 我们一般就是表示说 是一个格的 两个点的差异 所以这个格的长度呢 就叫delta xi 那我的 我叫做所谓的 在这里呢 我就有一个所谓的 upper sum 跟lower sum的定义 那 upper sum是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 我 这个 所谓的 所以我又用delta xi 叫那边 是长条 长条的面积 是一个比较大的面积 我的mi呢 是等于 小f的 在 i的 supremum 那 譬如说 在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例子来说 这个 所谓的 事实上 它不只是supremum 它是一个maximum 最大值就是在右端点 刚好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 递增的函数 最大点 最大值就是在右端点 那 所以 这个就是我的 me 大me 所以 大me 乘以我的deltaxi 事实上就是等于 这一块的 这一块的 那个长方形的面积 是不是 那然后 我 我 对每一个 我都做同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m2 m3 deltax3 m4 deltax4 那所以 这些斜线 合起来的 总面积合 就是我的 所谓的 u fp 函数f 对照着 这个petition p 它的上合 u fp 你可以说是 上合 那 相对来说 我们当然有一个 low sum low sum 是一个下合 那就是 它是等于 这个 inframum 就是f f有没有minimum 事实上我不清楚 因为这个f可能是断的函数 现在我们没有 这个f是蛮普遍的 那它的supremum 跟inframum 是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大的条件 我们现在的 黎曼积分 都是考量 bunded的函数 是说 我有一个大m fx呢 每一个点呢 都是要比这个大m小 因为它有上界 有下界 所以 我这些supremum 跟inframum 必然存在 必然存在 完备性功力 所以符号上呢 我这里是没有瑕疵的 这个是一个 我这里是没有 就是完整的 没有漏洞的 好 所以我现在呢 小mi呢 就是考量是 这个f 在ii 这个小区间的inframum 那如果它有minimum的话 当然这个minimum 就是inframum 比如说在这里 我 因为它是递真的 比较简单 它的左端点 就是 这个 小m1 小m2 小m3 小m4 是选个区间的 所以它的 那个 那个 我将 它乘以 这个底下的 这个delta x1 这里的delta x2 delta x3 delta x4 就是 我们的 这个 所谓的 law sum 所以它们呢 都是 我这个 面积 曲线底下 面积的一些 估计 一些毕竟值 是这样子 那 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说 现在呢 跟真正的面积呢 真正的面积 应该是这条线 当然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如果我的格子呢 越变越密的话呢 这个差异 事实上是 变小的 变少的 那 我们就是 基本上用 那个想法去看 这个就是 黎曼积分 所以 事实上到最后 就是讲limit 为什么我们 一定要讲limit 微分跟积分 都是跟limit有关系的 那 好 第四个点我要定义的 是这个所谓的上击跟下击 upper integral跟 lower integral 那怎么说呢 你可以想象出来 就是说 这些upper sum 都是比面积 都是比我真正的面积 要来得大的 所以我如果要估计这个真正的面积 我当然就是要 希望就是说 它是比较小的值 不同的partition 当然有不同的upper sum 我的点放在哪里 我有几个点 出来的upper sum 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当然希望到最后呢 我们有一些规律 规律就是说 如果我的n越来越大的话呢 这个upper sum呢 事实上是下降的 是会下降的 那无论如何 这个是比面积大的 所以我如果真的是要 看这个面积的话 我要找它的 某一个角度来说 找它最小值 最小值不一定有啊 最小值 我要怕它没有 所以呢 我找它informal 那同理呢 我这个low sum 是比原来的面积小的 那我希望找它的最大值 supremum 这个最小上级 最大值不一定存在 那这些也是 也是一定有的 这个因为 这个informal跟supremum 因为为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 我的f呢 是bunded 我干脆呢 我不用这个 绝对值大m 我是说 我用一个比较 对跟我们现在符号 比较切合的一个 一个选择 就是它是介于 小m跟大m之间的 它那个函数呢 是活在一个小m跟大m之间 比如说我这个函数 我的小m当然是 随便一个 比如说小m 大m 小m跟大m 函数都是 那个y值呢 都是在 在这里之间的 那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这个 对于 这个很明显嘛 就是说 这个low sum 当然是比uppersum小 然后呢 就是 它是小于 每一个mi呢 大mi呢 都是比这个m小 所以呢 我事实上呢 是 这个m呢 我可以抽出来 对不对 那我就得出 这样子的一个合 而右边 是什么东西呢 右边是 delta xi 就是我的 整个线段的 和 而这个总和 事实上我不用算 无论你怎么样子 去分割 这个当然就是等于 总长度 B减雷 我这个底下 线段的总长度 我 这个delta xi 我是任意的 我在强调 我不知道它是在哪一个点的 它可能是平均 可能是不平均 我不知道 但反正它那个线段的总和 一定就是B减雷 那同理呢 你这边呢 是一个小于m的 B减雷 所以我会说 你的 在我们的这个大的假设底下呢 Upper sum 有上界 也有下界 所以这个Infirmum OK Law sum 有上界 也有下界 Supremum 也OK 我当然可以抽它的Infirmum 只是这个Infirmum意义不大 我们就不考虑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这个符号 完完全全都是严谨的 没有漏洞的 都是一些时数 一定是一个时数 我还有一个所谓的 有一个 我叫做 你可以当然是坑 可以看成是Remark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我的 所谓的Area Under curve 是 在我们这个设计底下呢 当然是小于等于 我的Upper sum 大于等于我的 我再说一遍 对于所有的partition 给定了F 对于所有的partition 那我的Area Under curve呢 是等于 一定是比这个Upper sum 大 比这个Law sum 再来一次 给定了一个F 对于所有的partition 我这个Area Under curve 一定比这个Upper sum 来的小 比Law sum来的大 从那个图呢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那 好 那 现在呢 我的 这个Upper integral 是Upper sum的Infirmum 蛮麻烦的 先Upper sum 再Infirmum 那 我简单来说呢 那我可以有一个树列 是收敛到 这样子的一个Infirmum 我可以找到一个partition呢 是 可以将这个选择的Upper sum呢 是收敛到我这个 Upper sum的Infirmum 所谓的Upper integral 我也可以在这里呢 选择一个 一个Sequence的 那个partition 使得呢 它是收敛到 我这个Law sum的Supremum 所以我的Area under curve呢 就是应该是介于我的Law integral 跟Upper integral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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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 那现在呢 我就是要 这个是Remarks 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底下 怎么样子有积分呢 就蛮清楚的 一个函数 如果它这个所谓的曲线底下的面积 可以求得出来的话 就是当它的Upper integral 跟Law integral 是相等的时候 如果它相等 这两个相等 那就压 逼着 中间就夹着 这个好像有夹计一样 你的这个Area under curve 就是要等于它们 那就是有一个精确的数字 我可以讲 曲线底下的面积 是等于多少 那 否则的话呢 我就不清楚了 怎么切 出来 这边是一个 譬如说 这边是等于1 这边是等于0 那好了 那曲线底下的面积是什么 那你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 这个定义呢 是 这个是Definition 5 那我这里呢 不算很明确 事实上呢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直观的看法 因为我后面呢 会给一个严格的证明 我们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第二呢 我后面呢 还会给它再证一遍 就是让它更严谨 因为你怎么样子选一个数列 选一个 一个 partition的 一个 一个 数列 一个sequence of partition 这里 实际上 还有一些 不是那么清楚的地方 那 当然我可以给它弄清楚 但是我有一个更简单的证明 我的后面呢 会给出来 所以我现在呢 是要给一个第五个 第五个Definition 就是F 我们说 F是integrable 可积 可以求积分的 一个函数 on AB 或者是有一些书呢 over AB 如果它的 lower integral 是等于 这个 upper integral 那我就说 它是科技 它是科技 那 那然后 这个积分 就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时数嘛 这个时数呢 我就定义 为 F的积分 那整个流程呢 是 蛮麻烦的 实际上是蛮麻烦的 那但是呢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看得更清楚 不是每一个函数 都有积分的 那 然后 我们怎么样确定 它是 这个函数 这个曲线 是可以 找到这个积分 就是 经过 这些 upper sum low sum 然后呢 upper integral 这个upper integral low integral 来确定 它是 可以找到积分的 好 那这是一个图画 我今天呢 我的设计呢 是我先 进行一些理论 然后在后面 我才有一些例子 来说明 就是 整个机器是怎么样用 去 去确定 这个函数是可积 然后呢 找到这个积分 那这个过程呢 是 一点点烦的 那一直到 微积分基本定理出现了 那 整个事情就 减化了很多 那 那 但是 我要跟大家讲 不是每一个函数都 微积分基本定理 是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可能是那一块呢 还不算少 但是 你 有一些函数 找不到积分的 那你怎么样算 它的面积 你还是用黎曼盒啊 比如说 这样子的一个 1的x平方 不定积分 找不出来的啊 那 我们还是 还蛮多 蛮多 蛮多函数 不定积分 找不出来的呢 那 它的黎曼盒 是什么 那就 真的是 从基本定义 来 来出来的 所以第一个练码呢 事实上我已经 我已经证完 就是如果我的fx呢 是活在小m跟大m之间 follow x 在i i就是ab 那个b区间 然后p呢 是一个partition of i 不写那么多了 那 则 我就有呢 这个 我的 我的 Lawasam跟Apasam Lawasam一定比Apasam小 然后呢 他们 有一个上界 也有一个下界 那就是 我这里所讲的 那个东西 那其中 这个东西是 明显的 因为 我的小mi 当然是比我的大mi 要来的小 他们是同样一个区间 同样一个区间的 infermum跟supremum 那infermum当然比supremum小 然后你乘以这个delta xi 大家都乘掉在xi 当然比较小 然后求和 当然这个 这个不等的关系 也是会 会保持的 所以 这个不等号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 这个不等号 跟这个不等号 我后面有解释 我前面已经有解释过了 所以 所以整个 整个 我可以这样子看 就是 你这个 这个等式呢 就基于 是基于我们以下的 一个 一个不等式 基于这样子 然后我乘掉在xi 再求和 就得出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所以 这个就是我的delma 4.1 这个是我们的第四章 那 然后接下去 给定了p 好 p跟p star 我都叫做是partition of i 那我称p star 是一个refinement of p 如果呢 我的p star呢 我的p 是subset of p star 我们这些 partition呢 我是用一个集合来形容它 它是 它是 我们刚才已经写了 就是说 是一些 x1 x0 x1 一直到 xn 的一些点 那如果 我这个点呢 我这个p star呢 是拥有 更多的点 那 除了x的点呢 是 那我就叫p star 就是p的refinement 我要说是说 这里我当然是可以画一个图来给大家看 那 这些 refinement的这个关系呢 是一个重要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delma就会看得出来 那 呃 比如说我现在呢 白色的是 四点 是 事实上是总共有五点 就是x1 x0 x1 x2 x3 x4 那 我的 呃 橘色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就是x0 star x1 star x2 star x3 star x4 star 一直到x7 star 总共有七个点 然后这七个点呢 是包含着原来的 这个p的 五个点 事实上这里有八个点 从0到7 总共有八个点 那这个是叫p star 那这种呢 就叫refinement 这种就叫refinement 那 呃 万一我 譬如说我这个x 没有这个x2 star 我漏掉这个x1的话呢 那就不一样了 就不是refinement 那refinement有什么重要呢 呃 我这里可以 上面搭一个 搭一个曲线 大家来看一看 就是 就是如果我用p来求这个Apasam跟Rosam 我们是这样子看的 我就看Apasam 就看Apasam吧 啊 Apasam是这样子 那这里呢 就是 呃 就不是一个地震的 所以你看到呢就是这个Apasam呢 不见得是 都是 呃 直呢 呃 都是右端点最高的 哦 这个是Apasam 那 如果我对p star去求Apasam的话 会是怎么样子的东西呢 大家来看一看 比如说这一格 原来的这个总面积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你取Apasam 我就将它分成两格 两格的话呢 这个右端点刚好就是原来就是最大值嘛 哦 那现在呢 呃 对于这个右边这一格呢 它还是最大值 可是呢 对于左边这一格呢 就不是啦 哦 它是一个小一点的值 所以这个是新的对于p star的Apasam 它比起原来的对p的Apasam 它的小 你的格越密的话 你的Apasam是越小 哦 那这边 呃 我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里是小一点 你也可以说它一样 反正它不会比它大 哦 这里 呃 对不起啊 这里事实上没分的 哦 我的p star是一样的 所以呃 我就我就选一格是一样的 那这边有分的 哦 如果你分的点越多的话 你可能就少越多 对不对 所以新的Apasam 跟旧的Apasam 就差了一点点 哦 当然这个多少呢 就是看函数的状况了 是不是 那些绿色的部分就是 就是 呃 小出来的东西 那 哦 哦 呃 呃 有趣是 Rosam的时候呢 是相反的 哦 是相反的 呃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呃 我们选 简单的一格来看 如果你这个原来是一格 比如说X0 X1 那你取Rosam呢 是这一块 但是如果我中间加两个点 我的Rosam 就是这一块 哦 这一块是一样的 一样高度 然后再加这一块 再加这一块 这个Rosam呢 越密的话 Rosam越多 越多 是不是 哦 点越密 Rosam越多 哦 那这个就是 呃 我们要证明的一个现象 哦 那这个是我的 定理的 呃 第二个练码 是怎么说 他说 如果P star 是一个 refinement of P then 我的Rosam 你越Refine的话 越大 然后我的UpperSum 越Refine的话呢 是越小 哦 就是 就是 是这样子 哦 哦 那 呃 从这个图画 是非常清楚的 我可以给一个证明 哦 就是 我令呢 P是等于 X0 X1 到Xn 这个n是随意的 啊 就是 呃 我们取 某一个n 然后切到某一些点 那个就是我的P 而且呢 我这样子的numbering 就是说我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编码的话呢 是一个点 呃 呃 那个点呢 是越来越大的 啊 而且X0要等于A Xn要等于B 啊 这个才是一个partition 啊 那 呃 我们这个写P的话 都是要partition的 啊 我这里不写了 那 好 我就呃 P star是这个refinement 啊 呃 已经讲好了 所以我这个P star呢 我可以将它分成是 呃 Pi star 其中呢 我的Pi呢 就是 呃 Pi star呢 就是 是那个partition of the subinterval Xi减1 我叫这i i吧 啊 就是 i i是什么 i i是 Xi减1 到Xi 是这样 哦 比如说 我这里就是i1 我将i1呢 呃 这个就是 你可以看成是我们的Pi star 啊 我将原来的小区间R1呢 又再重新再分割 啊 那 我将这些 这些重新再分割的东西 给它 所谓的合并起来 就是我的 总的 那个 分割 哦 那 呃 利用刚才4.1所说的 我的i呢 是等于1到N 啊 利用我的4.1的 这个Lemma 4.1所说的 我的那个所谓的upper sum 跟 lower sum 我的 我们考量的 这个Pi就是 我们在这个区间上面去考量 这个upper sum跟弱 sum 意思就是说 它是取代了我们原来的所谓A跟B 啊 那 呃 对于每一个i来说 它的upper sum 一定比弱 sum要来的小 啊 它是重新再分割的 那 然后 呃 他们当然 也小于 我将这个公司呢 重新再写 啊 那就是 它是 呃 当然会小于我的 啊 我的mi delta xi 是不是 因为我的ab呢 就是 我的 呃 xi-1 xi 是这样 啊 那所以我将这个 呃 如果叫这个呃 这个师子叫e的话呢 这个e呢 就会imply 这个东西 那 这个东西就是大于小mi delta xi delta xi 是这样 哦 哦 好 我将这个e呢 放在这个大i i 这样子的一个区间上面呢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不等号 然后呃 总和是怎么样子 i是从1到n 哦 那然后呢 呃 呃 upper sum 哦 这个pi star 总和1到n 然后这边是mi的 delta xi 1到n 1到n 是这样 哦 哦 最右边呢 这个就是我的 那个 呃 实在是 对于 p这个partition的upper sum 最左边是我的 对于 p这个partition的 low sum 哦 然后 中间的 哦 就是 将 每一个i上面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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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 求出来 然后再求和 跟我整个ab的整个大区间 对于pi star这样子求low sum 当然是一样嘛 哦 就是我将这个求的low sum 然后隔壁的一个小区间分成几个要取low sum 合起来当然就是整个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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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这个p是p star是等于这个pi star的所谓的连击 所以它是呃 呃 我这样子说吧 这个就是等于low sum f 的p star 然后呃 呃 这边是upper sum f 的p star 是这样的 哦 那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有呃 呃 最后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不等的关系 那这个就是我的lemma 2 啊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左方这个不等号 跟右方这个不等号 那中间的 啊 中间的是 这个小于这个 是一定的 对不对 啊 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一串的将它写出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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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此呢 呃 呃 我们可以看看呃 呃 我可以给一个remark 就是 哦 随便 哦 那刚才我要强调这个refinement refinement呢 这些low sum 跟up sum 可以比较 我可以说一定 就是你越refinement的话呢 low sum 越大 up sum 越小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 我一个是分成三格 另外一个是分成四格 大家没有重叠的 那谁大谁小 我就不清楚了 就要看函数 哦 不同的函数呢 那个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 哦 是这样子 所以呃 这个是麻烦的地方 可是呢 呃 呃 我们现在这个符号呢 这partition的这种符号呢 呃 呃 它本身不可能比较 但是我们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给它 呃 随便两个partition 啊 给它做一些手脚 可以这样子看 哦 它是partition 这个I 哦 那我就考量呢 是这个 P1 Union P2 我将 这两个 原来是不一样的partition 我将它连击 连击出来了 当然就是 就这么多啊 这五个 哦 呃 呃 然后 这五个 当然比 原来白色的三点 原来的密 它是 这三点的refinement 也是呃 呃 橘色的 或者是黄色的 这四点的refinement 啊 啊 这个五点 跟这四点 来说 也是它的refinement 啊 所以 呃 这样子的一个 是一个新的partition 啊 也是一个partition 两个partition的Union 也是一个partition 啊 我可以将它写成是 类似这种的 呃 这些点击啊 啊 真的排好就ok了 那 而且呢 它是refinement of P1 and P2 当然 因为它们是包着P1 也包着P2的 哦 那 我的Lamma 4.2 就是说 对于这种的refinement 来说 我的 那个 law sum 都比原来的 要来的 大 哦 特别的话呢 我有呢 是说 我的law sum P1 Union P2 要比 P1的 law sum 要来的 大 哦 这个是by 这个4.2 啊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论据 然后它的upper sum law sum 本来就是要比upper sum小 然后 这个upper sum 因为它是P2的refinement 所以 我的upper sum 就是要变小 那 得出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对于所有的P1跟P2 无论 无论你怎么选 啊 他们的law sum 我不能比较 可是 一个的law sum 一定比另外一个的upper sum 要来的小 那这个就是我的结论 啊 OK 那这个结论是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 呃 我就可以做到我刚才想做的事情 就是 呃 我们的 low integral 是所有的law sum 的supremum 现在呢 我先固定了一个P2 fix一个P2 所以 这些 随便一个P1 或者随便一个P 它的law sum 都有这个upper bound 所以 它的supremum 也要比它小 对不对 supremum是最小上界 所以 我有什么呢 我有 呃 这里我等于会再详细写的 哦 但是我先先写一写 这个law integral 一定会比 固定的 一个partition的upper sum 要来的小 哦 因为它是所有的 law sum的supremum 而现在呢 这个是一个上界 所以最小上界 要比它小 好了 所以最小上界 就是一个数嘛 哦 它比这个upper sum 要来的小 就算是我换了 换了不同的position 这句话还是对的 这个upper sum 也是会比这个law integral 来的大 哦 那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是所有的upper sum 的一个下界 所以 右边的informum 存在 而且 它比这个数 要来的大 我们就有 刚才所说的 low integral 一定比 要比upper integral 要来的大 是这个意思 哦 那这个就是 哦 呃 讲的 我写的话可以两行 就写完的了 哦 但是那个意思 要想清楚 是什么意思 哦 哦 就是我们要对这个 所谓的 哦 哦 最小上界 最大下界 这些 基本的东西呢 要 要去理解 哦 那就 那个 那个 这个论据呢 就会清楚 哦 好 事实上这个就是calorie 4.3 哦 是 对于所有的partition p1 p2 哦 那我们有呢 就是 law sum 一定要小于等于 law integral 那个 这个 这个叫upper integral 哦 就是小于这个 哦 那 我这里呢 就可以 哦 事实上呢 这个证明呢 就可以从这里开始的 但是我已经做了一半了 所以我就是从这个二诗 再开始 再继续做 啊 啊 那个 证明呢 就是 把这个二诗 啊 我随便一个 啊 fix这个p2 啊 我们的 对于所有的 这个 我应该这样子说 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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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fp2 就是一个 upper bound is an upper bound of of 这个 lowere integral 啊 lowere sum upper sum of of of这个东西 for all partition p 因此这个定义就是它就是要大于等于它的最小上界 就是这个Supremum 这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by definition就是等于我的Low Intergral by definition就是我的Low Intergral 那 现在呢这个Low Intergral是一个时数 它是一个时数 所以我固定了这个P2 当然也是当初是先固定P2 它就有这个时数作为下界 那不同的P2同样的都是这个时数作为下界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所有的这些不同的Upsum的下界 那这个最大下界我又也当然会满足这样的条件 那 所以是一步一步的将东西来变 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P2同样也是随意选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这个数啊 是以下界的近P2同样是以下界的Low Intergral 又大于 又要小于 这个是自然的 那这样子合起来 就是我们的 Clore 4等3就成立了 所以我们一口气 就弄了三个Lemma 这三个Lemma是重要的 我们就 因为这三个Lemma 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Lower Integral 要比Upt Integral来的小 然后它是夹着我的总面积 这个想法是给它体现的 所以我这个定义 当我的Lower Integral 是等于我的Upt Integral的时候 这个面积就可以定义得清楚了 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就是一个合理的定义 在我这三个Lemma 将它讲清楚以后 这个就是一个合理的定义